第一法 应该双座加佛座 或者是半加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的话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宿战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右手做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 动着的动脉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三股金刚鼠衣 压着这个作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以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拍出三次气 左手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鸽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些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鸽气 出三次鸽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赤性为主而作造的一些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气 开始念的字幕 还有炎其中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价值 你别。 在希惠商。 在希臘上, hold家里面开始 就出三次为主见 他是竟 commitment 他比赦我自己厂 receber 怀疏倦 啊哦哦哦, 日,日, john and 啊哦哦, 日, europe too. 咖喊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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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 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界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这些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 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上师的这个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这些中间的中间的中间 在这些中间的中间的中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讲净边地狱的痛苦 讲净边地狱的痛苦一般来讲 净边地狱在无间地狱的周围有十六个地狱 每一方都有四个地狱唐 为康 十分离 离人园 还有五坛 河这叫做四个净边地狱 那么这四个净边地狱无间地狱的每一方都有四个地狱 我们大家都知道前面讲的无间地狱里面已经感受了非常长的痛苦 这个众生的业力稍微减轻的时候他感觉到整个火坑里面已经解脱了 然后解脱的时候心里面极其欢喜他想准备逃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见很远的地方非常清凉的妙康 看见好像非常清凉的影子 妙影 那么他一直地前往到那里结果并不是非常清爽的妙康 而是唐为康整个地狱众生露入到里面 整个骨头 肉全部都糜了全部都烧得非常非常痛苦 在这里面感受许许多多剧烈的苦痛 在这里面稍微得到解脱解脱的时候有十分离地狱的痛苦 那么十分离表面上看起来当时地狱众生 外面也看到好像比较干净的一条河流 他因为在无间地狱里面受了长期的炽热痛苦 很想前往到那里结果也落入到非常肮脏不堪的河流当中 里面有很多铁嘴 铜嘴的小虫 小鱼开始进行吃吃 在这里又感受漫长的痛苦这是十分离的痛苦 然后离人园的痛苦在地狱里面有出来的时候 很远的地方看见旅游游的草原 他到了那里的时候根本不是草原整个草地上所有草木 全部都是各种兵器吃上他的脚 整个脚全部都一块一块地砍烂非常痛苦 那个时候看见远处有非常茂密的森林 然后他要前往森林的时候吹着叶里的风 上面的枝叶全部落到他的身体 结果这些枝叶全是摒弃各种各样的武器 掉在他的身上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又堪称一块一块 最后全部摧毁无意 然后有很远的地方看见一座非常无严的山 然后到了山下的时候他以前自己所喜欢的朋友 就护着他的名字在山上一直呼唤他 他自己甚至贪爱之心 欢喜之心开始进行爬山 爬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上面所有树木的枝叶向下垂着 而他往上去的时候整个身体的内脏也好 外面的皮肤全部都吃上 到了山顶上的时候那些朋友没有的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动物开始吃着他 极为的痛苦在那个时候又复活过来的时候 他原来所欣贩的朋友在山沙又呼唤他的名字 然后往下去的时候也同样造出这种痛苦 这叫做铁柱山铁柱山和刚才那个草原 就是离人园里面有草原和水利还有山 这三个地狱合在一起大概是可能这样讲的 还有一个叫五坛河 从这样的地狱当中已经出来的时候 他想前往一条潺潺不息的河流 这个时候他就堕入到里面整个骨肉 全部都由开始扫揽 他想离开的时候河的两边拿着各种兵器的 沿罗月族开始狠狠地打他 伤害他 他就无法逃脱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几个地狱叫做四金边地狱 堕入了这样的无间地狱以后 从中解脱的时候会感受这四个金边地狱的痛苦 那么这种地狱无论是无间地狱的东边去 也是有这四种地狱 南边去也是 西边去 北边去 到哪里去不能逃脱所以说非常的痛苦 我们也是应该观想 我自己如果造恶业很多的话 也有可能堕入到这样的地狱当中 现在世间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众生正在受苦 那么值得掌握下来这双手吗 我们必须稍后才能帮助 你们学会仇在开架小上 所以这双手的中心 然后我突然就说 我们也应该帮助 那双手帮助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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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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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看 很多铁嘴银嘴银嘴银嘴的小虫小鱼开始进行吃吃 在这里又感受漫长的痛苦 这是十分厉的痛苦 然后他要前往森林的时候吹着叶力的风 上面的枝叶全部落到他的身体 结果这些枝叶全是摒弃各种各样的武器 而掉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又堪称一块一块 最后全部摧毁无意 有很远的地方看见一座非常无严的山 然后到了山下的时候 他以前自己所喜欢的朋友 护着他的名字在山上一直呼唤他 他自己甚至贪爱之心 欢喜之心开始进行爬山 爬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上面所有树木的枝叶向下垂直 而他往上去的时候 整个身体的内脏也好外面的皮肤也好 全部都吃上到了山顶上的时候 那些朋友没有的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动物开始吃着他 极为的痛苦 在那个时候又复活过来的时候 他原来所欣贩的朋友在山下又呼唤他的名字 然后往下去的时候也同样造出这种痛苦 这叫做铁柱山铁柱山和刚才那个草原 利人园里面有草原和水利还有山 这三个地狱合在一起大概是可能这样讲的 还有一个叫五坛河 从这样的地狱当中已经出来的时候 他想前往一条潺潺不息的河流 这个时候他就堕入到里面整个骨肉 全部都由开始扫揽 他想离开的时候河的两边拿着各种兵器的 沿罗月族开始狠狠地打他 伤害他 他就无法逃脱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几个地狱叫做四金边地狱 堕入了这样的无间地狱以后 从中解脱的时候会感受这四个金边地狱的痛苦 那么这种地狱无论是无间地狱的东边去 也是有这四种地狱 南边去也是 西边去 北边去 到哪里去不能逃脱所以非常的痛苦 我们也是应该观想我自己如果造恶业很多 也有可能堕入到这样的地狱道路 现在世间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众生正在受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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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